为了鼓励脊髓伤者走出家门 与大家一起交流联谊 南刀县脊髓伤者协会 争取运动爱台湾计划 在普里残腐大楼 办理运动爱及时 身心好健康 趣味竞赛的活动 目的就是说 办一些体势能活动 比如说一些趣味一点的一些 设计一些游戏 让他来活动活动筋骨 那第二方面就是 中秋节也快到了 那我们是希望让会员 平常很少出来的会员 多多出来 那趁这个机会 大家互相见面聊聊天 先议员舒玉成 黄世芳以及陈玉君 肯定理事长的用心 办理七位竞赛活动 鼓励脊髓伤者走出家门 并表示 未来也会在议会 持续推动脊髓伤者 环境友善的工作 让他们出门更加便利 我们也很感谢 社会理事长的担任赤活 他们的用心 我们都看在我们来 也感恩在心肝来 当然他们的行动 跟国民的 比较不方便一些 但是我相信 我们社会有爱 我们的政府机关 跟我们的民意代表也会专业 来协助他们 来改善他们的 环境 友善的环境 那未来我也会跟在议会 持续来推动 这个友善环境的一个部分 不管是人行步道也好 友善厕所也好 能让我们一些 受伤的一些朋友 在醒的部分 在友善厕所的部分 大家会有一个好的环境来使用 那我在这里要特别呼吁 我们南州县政府的涉牢处 那对于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呢 他们很需要的 就是这个无障碍公车 除了我们的这个厕所 需要是有无障碍之外 那在南投县呢 普遍来讲 无障碍公车是太少了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部分 政府也要注意 也要从这个部分来加强 声音员林芳瑜表示 希望透过每一年的活动 将脊髓损伤者带出来 也感谢志工们的努力以及付出 相信在大家的帮助之下 他们也会活得更快乐更健康 希望透过每一年的这一个运动 律动 还有就是一些庆祝活动 把他们带出来 也要感谢身边的这些志工朋友 蛮多人参与的 付出他们的时间 付出他们的爱 来关心这一群需要带动 需要关心的好朋友们 我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他们会活得更好 更健康 更快乐 副医长潘一泉肯定南投腺脊髓损伤者协会 办理区位竞赛活动 除了鼓励身上朋友多走出家门之外 也借此鼓励他们来运动 让身体更加健康 接着三国一泉肯定採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唱 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